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排省流先讲我对这次曙光DLC的个人总结 好玩 除了目前17只新冠是少了 几天该下来 尤其这波曙光开荒 我是紧接着风花雪月无双 有一说一 打完无双再玩这个 一下子唱快多了 而且还很刺激 区区一只怨虎龙 其实正常打的难度曲线很好 反正我心里就一个想法 硬拍动作游戏真得看老卡家 另外前期我敢解禁 一口气只顾着推了主线 顺带插一嘴 大概是小别胜新婚的原因 反正这次开荒体验 我觉得很OK 就是短了点 然后再回过头慢慢的仔细玩了 发现新东西还真不少 除了老怪新打的动作和招式细节 另一个让我惊喜的点是盟友玩法 和最早看预告 还以为就是能和两边据点主要角色们共斗 这次队友们的AI设计和战术丰富性太舒服了 我一开始出门在外 不方便联网才设施 结果AI队友不但技能配置强 将战斗主动性高 影场还时不时能给你整点各种花活和互动 虽然他们取代不了和人共斗热闹乐趣 尤其是现实中一群同好朋友们面临共斗 当然也可能身边是这种损友 无论如何 这次的AI队友们属实既出功又出力 而且通过和他们的配合战斗 玩家还能进一步了解到这些角色的性格 Switch版曙光优化和之前崛起的情况差不多 阻挡机模式画质表现 在这类画风作品中算一线水平 加载也OK 流畅度老样子 多人联系会受到网络情况的影响 我分别都测了下 单打或网络比较稳定时 根据场景和特效复杂程度 正常在27到30帧左右波动 人多时偶尔掉到245帧 详细聊聊游戏本身 首先曙光作为怪物恋人崛起的极为扩展 要玩这个一得有崛起的本体 二需完成本体集会所七星雷神龙任务 简单讲就是先要把崛起的主线打完 如果是新入坑又急着想玩曙光的朋友也不用急 崛起更新后会送到黑带S的上位防具 中文用14种武器会增加上位的强化衍生 即使不刷装备 把这些用好了也能帮大家更快更顺利的打通本体 Switch玩家去留意曙光发射后 原本崛起没中文的欧美版都更新了中文 但和之前的日港不算一个版本 即日港一个版本欧美一个版本 包括另外一大堆皮肤语音什么的DLC 别嫌我啰嗦 这波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好多买错的 曙光和崛起是一个图标 如果你已经打完了本体 那进入游戏后就有提示 现在炎火村做个狩猎大名顿蟹的任务触发剧情 随后玩家会跟随王国骑士费阿莱纳 前往新的舞台艾尔加德 正式展开曙光狩猎之旅 这里虽然有提示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炎火村 实际上在跟市场的水手克隆对话后 就可以通过长按减号进入快速移动 然后用L2切换自由往返两边的据点 从和风味十足的炎火村跨洋 来到了充满欧式风情的观测据点艾尔加德 场景音乐人物造型都欢然一新 不过猫饭还是兔团子 除了有新的团子技能就演出动画变了下 另外也在某个偏僻高处的角落 藏着浮沫兔的窝等着玩家去掏 和本体一样 游戏里安排了引导 让玩家一一认识这里的角色 设施和逐步解锁新的功能 比如吃猫饭时 可以选择是普通或跃动足迁 或者根据团子串起来的位置顺序 技能等级发动概率会变化 教官一上来就会先进行迅速切换教学 玩家能在租核仓两本迅速切换之书中 各自登记每种武器的替换剂 随后任务时 可以通过组合键或动作快捷栏 就能随时切换 画面下方除了会显示当前的风格书 默认还有替换剂的提示 迅速切换时按B 可以衍生出用于回避或位移的冲锋动作 配合部分武器和技能 还有着进一步的作用 就练场的木装合同蛙 也有了更多可自定义的动作 加工店这边伴随着几位装备 还有四级和百龙装饰品 杂货店抽奖和神秘炼金多了新功能 随从这边粗看新花样不多 玩着玩着才发现 曙光里的艾鹿猫更好用了 秘密支援行动有五项逐渐解锁新技能 其中机关抽签之际 顾名思义跟抽奖一样 时不时就有惊喜 还有能换第二个技能席的支援行动 更容易培养出能兼顾到战斗和辅助特性的艾鹿猫 随从侦察队在派出后 玩家能在任务中仅限一次 快速移动到侦察地点 一些离营地较远的位置就能派上用场 估计大部分朋友刚玩曙光 都立刻迫不及待要去找极位怪母干架 不过虽然一到埃尔加德就解锁了大师等级 前期任务还是以老怪为主 曙光王玉三猴 回归怪 各种亚种 特殊个体 还有解禁怪组成了17只新怪 会随进度依次亮相 由牙兽种的钢蚕兽 牙龙种的槟榔龙 和封面怪古龙绝影龙组成了王玉三猴 之前炎火尘怪是结合了日式鬼怪设定 这三只则对应曙光主题 让玩家一下子就能联想到经典的西方鬼怪 堪称曙光怪物颜值担当的绝影龙 官方明确是以吸血鬼概念为基础 在结合自己的生态设定 从形象到各种动作还有狩猎曲 都融入了伯爵 高牙尊贵和狡猾的关键词 它的部分攻击会让玩家进入结血异常状态 这时猎人将失去自然挥血能力 并逐渐减少体力 喝药的效果也会降低 只有不断攻击对方 用伤害来争夺相应的血量 结血也是贯穿曙光剧情 和后续玩法一大设定 冰浪龙在战斗时会浑身裹冰 并散发洞气 我特喜欢砍到这身冰甲上的音效 而它的真正姿态 则是像狼人一样站起来 用前爪大幅度迅速攻击 有的厚重身躯 平时性情温顺 但惹到它 就会把你往死里揍得刚残兽 官方没明讲 我觉得有点弗兰肯斯坦的意思 除了体型和力气大 它的特色是会右臂残药熔岩 左臂残药苔显 用水和火两种属性 狠揍玩家 回归亚总和特殊个体怪 再还有正好形象很像恶魔的黑石龙 以及它最终褪皮成功 变成了天悔龙 黑白痴都起了 身上附有刀具般分裂的刃铃 如果怪猎有足球队 这家伙一定是防守大师的 滑散专家千刃龙 全身各处都长有能通过震动 进行蓄电机关状器官 用电载开攻击的电龙 因为有一副坚硬又长满了 极刺的外壳 不怕被揍 平时到哪就随便一躺 自顾自睡觉急龙 大名顿蟹和将军连线 新恋人看到样子 也基本八九不离时 能猜到他们的特性了 吃飞蜘蛛 辨认鱼龙 龙瘟龙 飞天狗兽 这些亚种的攻击套路 都有了新体验 就不讲特殊个体 激昂金狮子 我这种人才引大了 一开始打得有多刺激了 捷径怪明渊龙 先不讲颜值怎样 至少在主线战斗里 配合前一场调查战的 诡异氛围刻画 和打完后的结局 演出效果真心不错 17只星怪 将经过动作和AI调整后的 几位老怪星打 曙光解禁 我可以用一个字概括 爽 两个星园也 存在高地和密林 跟本体一样 图面积不大 但层次和各类场景 都蛮丰富 前者除了标志性的 古城堡废墟 还拥有森林 冰雪 沼泽等环境区域 密林算老徒回归 除了地表 树木繁茂 绿地和开阔水边区域 地下还有块蛮大的空间 各地图增加新的环境生物 例如能更容易进入 玉龙准备状态 加快翔虫槽 恢复速度 红合金还各有 特别效果的变换翔虫 又来拉扯怪物的鬼偶珠 被怪物撞到 会引发爆炸的变色虫等等 战斗方面 除了前面讲过 两种组合迅速切换 和冲锋动作 14种武器都增加了 新的铁虫丝技 能把这些新内容 尤其组合 衍生用出什么花样 就得看每个玩家 偏好的武器与打法了 中盘的怪异任务 是挑战受 猎身虫影响而发狂的怪物 和绝音龙一样 这些怪的部分攻击 会造成节血状态 并且无法捕破 麻烦的是 它们不但血量增加了 而且发狂后的 攻击欲望和频率提高 这里展开说说 和其他有一定历史的 经典系列情况差不多 崛起的玩家群体 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情况 玩过系列很多座 或某几座特别深入 对怪物装备 大部分武器打法 都深有经验的老猎人 估计本期视频发出10号 这部分玩家 弄不好大师100集 和毕业套都干出来了 第二种 介于新手和老鸟之间 没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感 打得不一定要追求 高手那样赏心悦目 但乐在其中 崛起陆陆续续续积累 至少一两百小时以上 第三种 就是入坑几十小时 还在逐渐熟练过程中的新猎人 不同情况的玩家 切入点和感受各异 即使这代入坑的新人 玩曙光时 也经过了本体的锻炼 前期的大师任务并不难 本体如果做上位装备时 用心点 一路推到大师四星 都基本能扛得住 不管哪种情况的玩家 曙光解禁本身 并不会用去太多时间 尤其老卡后面更新的套路 当然会希望解禁后 能再尽可能多翻点花样 中盘玩法 目前网上正反意见都有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仅供参考 其实上手第一只青虫是 我也被疯狗一样的熊车 稍微蹭下去接近半血 而且过程贼长 反正打得很郁闷 后来斗玩几把 几场 熟悉的集中火力 针对怪异壳 就容易把他们打崩 怪物一回普通状态 就到了我们报酬 疯狂输出的时间了 随着大师等级的增加 期间穿插几场 特别任务也很过瘾 总体来讲 中盘玩法怪的血量 和攻击欲望高了 但这时玩家强度 也在相应提升 还蛮争亨相对的 打怪异任务 会掉用来强化 高级装备的专属素材 最后做个对曙光 阶段性总结 我想让自己 切身体会有感受 其实去年崛起 光正式发售前 一个炮火和怨虎容试玩 我就和身边机友们 刷了好久 毕竟Switch让新怪脸 翔虫带来的高机动性 优化不错 加上能出来掌机灭脸 甭管打得好不好 自得其的 加上组队热闹就完事了 只是正式版一上来 体量确实不大 在后续慢慢更新 才一点点增加内容 我不知道有多少 一早玩了崛起的朋友 像我一样 后面就慢慢吃灰了 这次曙光内容 初看依旧不算多 但大师任务四星起 就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新老怪物们 随着后续任务强度的提升 很多场都打得 真的很投入很过瘾 系列上感觉老卡 也认真研究了 玩家们的反馈 曙光里再也没有 百龙夜行的影子 而话说到了西方 也不应该有了 还有一项原来 要朝墙壁用吉祥 才能飞檐走壁 现在可以自己设置成 通过朝墙冲刺 空中下落回避 不用翔走槽 就能触发动作等等 一开始提到的盟友任务 因为崛起时 就有很多观众朋友 会问单机的可玩性 曙光的盟友任务 在某种程度上 能让单机玩家 或不方便联机时 也能体验到组队热闹 或尝试共多的乐趣 虽然是AI 而且任务有一定的限制 但配合和互动的过程 很舒服 包括前段时间 公布的街霸6 智能实时评论系统 我还挺希望老卡 继续把这些机识 进一步发扬光大 并用到自家其他系列里 从各方面来讲 曙光对崛起本体做的补玩 细节也进一步完善 如果你玩过崛起 除了清怪数量 可能没什么说服力 我真想不出 有什么不试下曙光的理由 好久没打得这么过瘾了 如果你是正在观望 要不要入坑 先体验一下试玩 特别是就在这里 花点耐心熟悉怪力 从行动到你想上手 武器这套基本操作 只要喜欢动作游戏 老卡的功力绝对可以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